把小黄直接停在路中央 运桨一下车开始怒骂 戴鸭神帽的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火气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直接在路上互飙 再把时间往前推个两天 新北市行人过马路 才刚起步走在斑马线上 右方一辆骚巴朝他开过来 撞上后整个人卡在车底动弹不得 像是这样的行人交通意外 在台湾几乎天天上演 连国际媒体CNN都认证的行人地域 不仅安全堪忧 还不利于国际观光客 看看现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4条修正案 针对车辆不离让行人的罚则 最高限行是可以罚到3600元 就算交通部长已经口头宣誓 将会从3600元提高到6000元 但这样够了吗 三面车子都把它挡 用红灯把它挡下来 那行人灯的部分就会是绿灯 行人就可以透过那一个石像 可以穿越路口 不仅配合上下学时间 加以客制规范 在校园后门也明确化出家长接送区 再加上黄色棋盘状的加强版斑马线 就是要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 都得要提高警觉 我们依照每个路口 它不同的需求跟这个行人 跟车辆的特性 来规划依照不同的需求 来做一个规划 还有这个放大型的行人灯 让长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另外在没有耗置的这个路口 我们还有示范 彩色标记行川线 让用黄色棋盘格方式 让行川线的显著性更加的好 这样子让用那个车辆可以及早来做这个减速 除了在学校附近周边加强 只有我们看到在医院的旁边 现在也开始示范这种延长通行秒数的设施 就是因为考量到有很多老人家 或者是行动不变者 如果要过马路 发现时间不够了 赶快按一下 就能够延长通行秒数 大大增加用路安全 数字跳下 马上多了至少10秒钟 不是故障而是贴心的小设计 法规的提升 工程的提升 方方面面进化 刻不容缓 以我们的经济水平 还有国家的阶段来说 这样子的交通环境是真的很不相撑 甚至说比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还要糟糕 尤其台湾交通的不安全 甚至已经成为另类国际共识 包括了澳洲 加拿大 日本与美国 官方国外旅游指南都明确点出台湾的道路乱象 要促请国人注意 而摊开2021年的资料 台湾每10万人就有0.84名行人命丧路口 邻近的日本仅有0.49人 其中日本长野县再没有红绿灯的行人穿越道 车辆依规定停让比率更是超过八成 小学生比如说他们的这种书包啊或者是帽子啊都是非常显眼的 其实从小从每一个小动作都在注意安全教育 意识在国民之中要比台湾高很多了 日本的在就是大概现在四五十年前 那个时候每年交通事故大概有将近两万人去世 当时被称为交通战争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加大了这种整个全社会的教育 这几年差不多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两三千人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效果 需要长时间的学校家庭和整整体的社会一起重视交通安全 坚守行的安全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你我都有责 不止法规面从小的教育到日常议事都得要同步提升 撕掉行人地狱的标签台湾脚步不能再慢 订阅新闻中的荣誠文月台背采访报道